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现在是五月天,总共来到了田尾 现在是春石湖南最晚的季节 所以现在大概可以看到 比较接近是比较晚开的石湖南 大部分就是这些春石湖南系列 这些春石湖南系列除了我们左边看到这些 18磅、天宫之外 这边其实有很多的很特殊的交配客体 这些客体每颗的颜色样式都不太一样 因为主要是交配的 所以有些会有眼喉 有些基本上这些兰花都带有香味 香味是现在兰花的基本款 因为只要包含了18磅 里面就会有香味 像这些有些称为什么白花红心 粉花红心 不然就红色的花 这些每一颗都是充满的香气 所以现在如果你到田尾来晃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很香的石湖南 特别是这种枝条很长的 基本上有些是交配客体 有些是原种 基本上交配客体 有如果交帕利席的话 它也会有香味 其实现在很多的 帕利席算是石湖南中最晚开的 基本上帕利席开完 应该就准备要进入到没有花的季节 石湖南就准备要结束了 所以其实每年的季节大概就这样子 从大概2月3月开始开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羊耳蒜 原生种的兰花之一 非常长的花 非常可爱 羊耳蒜是原生种的兰花 世界上分成非常非常多种 它有个球晶 然后上面长两片叶子 那羊耳蒜在台湾也有很多种的品种 有些种不太活 有些OK 那基本上拿它来当商业品种的比较少 比较常看到的是橘色花的个体 那这一颗呢 其实你看它现在目前开到一半 它的花就这样拉下来 那羊耳蒜有些好重 有些不好重 基本上都能在市面上出现的羊耳蒜 应该都属于好重的品种 因为这羊耳蒜有些像台湾原产的 像虎头石之类的 那一类就是铁板级的羊耳蒜 在平地种不活的 不过这个应该是说明是国外的品种 基本上羊耳蒜如果在市场上看到 应该照理说是种的活的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兰花有什么呢 现在这个你看全部都是粉色系列的兰花 全部都充满了香气 那大开就是现在这个特征 如果你把它上板往下垂 其实更好看 这种18磅或者是18磅去胶的 这个好像红龙这一系列的 其实就要让它垂下来 我觉得才是最漂亮的 这种因为方便做买卖的时候 它会把它立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处全部全部都是 18磅或是这一类型的 春食丸的胶配个体 有各式各样的样子 这个就完全是要看你喜欢哪一种样子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兰花都是交配的 交配型的个体是千变万化 你看这个猴心就蛮漂亮的 它的猴就蛮深邃的 所以如果你来晃一晃的话 说不定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个体 相对而言如果其他花是 大部分所看到个体会比较少一些些 不过因为田尾这边毕竟是兰花的极散地 所以就看到满山满谷的这种春食无兰 非常的漂亮 像这一颗 这颗蛮有趣的 这颗我觉得合合的 就打不太开的感觉 真的是跟个体有很大关系 有些个体可以完全展开 像这个个体就感觉是有点合合的感觉 看起来不像刚开 已经开了一阵子的感觉 所以但是重点一定会有香味 因为它交的可能是18磅或是Paris 我们来看其他的 这个就是最往开的兰花 十湖兰 Paris Paris Paris是一种原产在中国南方以南 像什么缅甸辽国这一带的兰花 基本上Paris 大部分都是红色的 像这个蓝色都是后来选出来的 个体 像它称为蓝眼睛 蓝眼睛 Paris 它很有趣 它的花是 它的花梗是朝上的 它会往上涨 它不像有些像天空师傅 像18磅是往下垂的 那它织条比较短一些些 开花性比较好 基本上很多人会拿它 去跟18磅做交配 产生出来的个体 花会比较满 有人叫什么Nasty 或者叫什么红龙系列 都是这一类型所交配出来的 这一颗是蓝色的 蓝色的比较少见 基本上蓝色的兰花都比较少见 蓝色有时候你看起来会比较偏紫色一些些 就是它那个颜色 介于蓝色跟紫色 如果偏红一些些就偏紫色 所以还蛮好看的 那这个是Parlissi最往开的石壶栏 现在准备要开了 你看这是花苞 好这个是菲律宾的拖鞋栏 这一次在这里也看到很多拖鞋栏 所以我也剪了两颗回去 那拖鞋栏呢 菲律宾是原生种的 算是比较大型的品种 那其实它颜色非常的好看 那上面那个瓶有那个条纹状 那有些个体会有这样卷丝状 有些个体没有 所以每个个体不太一样 那每个个体的状况也不同 那它算是好种的蓝花之一 唯一的缺点就是在平地 有时候你不太开不太喜欢开花 那像我去年种的菲律宾到现在 不会死掉 长得很大颗 但是不开花 可能在冬天下一次的时候 我可能会丢一些固态的开花肥给它 让它养壮一些些 发现说明是肥料不够的关系 然后也有可能 像我朋友那边施加了肥料以后 就至少有开花 开了不多 三四朵 但是至少有开 你看它植株其实是蛮健壮的 而且它那个叶宽 打开其实蛮宽的 所以菲律宾算是一种 中大型的拖鞋栏 蛮大颗的 好 好这个是什么呢 黄色的颜色 之前介绍过朋友圆子里面的骨锤石壶 骨锤石壶这个就是比较小的个体 现在正式一样是开花季 你可以看它的枝条是磅状的 很像骨锤一样 就是骨锤石壶 那这个骨锤石壶比较有趣是它没有猴 你可以看这个已经整它的那个 整个的 现在它的花季了 所以其实它有一些花季 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些花季 主要它的花季是从现在开始 大概十天左右吧 就比较短的时间 这个也是它的特征 其实就是时间并不是很长 花期就是一个礼拜多左右的时间 大概十天吧 过来它就准备要卸了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过它这个比较有趣是它没有眼喉 所以是纯黄色的 这种纯纯黄色的时候 出来有时候还是要看一看 因为其实有眼喉的比较多一些些 反正全身都是同样颜色 这种比较少一些些 它就这样肥肥壮壮的很可爱 所以有机会的话 如果看到的话是可以收一颗回去玩玩看 它还算是非常的好重的品种之一 好 我们来看其他的咯 好 这个是馒头 馒头 交配型个体的春食壶 馒头其实它非常多种系列 你看这个附近这几颗全部都是馒头 馒头分了非常多系列 非常多颜色 还有分了非常多的编号 有时候会甚至有好好很多很多编号 在它那个编号有时候蛮麻烦 因为搞不太清楚那个编号的意义 因为有时候什么几号只差一点点小东西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号码了 所以那个编号其实还蛮 还蛮有趣的 就是很多很多的编号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馒头系列的话 它真的是很多的个体 它是交配型的石壶篮 所以它不是原生种 馒头 反正它们市场上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说叫馒头就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英文字 也成为这个东西 好 所以呢 非常多这种颜色 现在正是它的开花季 基本上它是交配个体 所以你看你市场上能交的大概就是贝壳系列的 天宫或是十八八 或是扒利西 这几个去做交配的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种交配出来的结果 好 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兰花还有什么呢 这个是天宫 天宫小天宫 天宫呢 其实也是到最晚的季节了 天宫花季比较长一些 大概在两个礼拜左右 天宫十湖分成大天宫跟小天宫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小天宫 小天宫的枝条比较小一些些 枝条比较短 枝条比较小 那大天宫我们常说的什么日本大天宫 它枝条比较粗 开花的颜色也不一样 这个像这一类型的开花色调呢 其实就是小天宫的代表作 那基本上维持两个礼拜 其实小天宫会比较早开 过来才是大天宫在开 那开就是纯磅会有那个虚虚 每个个体都不太一样 以前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在玩天宫 像这个就是大天宫 完全长不一样 所以小天宫跟大天宫 色调色彩还蛮明显的差异性 所以如果你可以很明显的切 其实花季也是一个差别性 大天宫刚开 而且时间比较晚 晚很多 好 这个你看 一样这个是交配总的 算是18磅吗 或是之类的 有些像你看这个有时候 看起来有点像帕里喜的感觉 其实反正是交配型的个体 现在都在开 那老板说这个是他的作品之一 是交配出来的作品之一 通常 非常 算是蛮热卖的商品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喜欢春时无暖的话 可以来这里晃晃看一看 像这个是白花红型 白花粉色的 有些是白色偏 偏蓝色那种 以后中间颜色是有点偏蓝色 不过你在现场看会比较准一点 手机拍起来有些画 有些的颜色会有点色偏 我觉得 好 反正这个就是 也是一样是交配型的个体 是今年开的没有这么的好 今年的天气 感觉有些时忽然开的并没有这么好 没有往年这么漂亮 这是另外一个 老板说今年做出来的新个体 那你看它的那个花瓣 它的叶瓣其实旁边是有 有那个皱褶的 还蛮有趣的 那它的花没有 它的那个叶子没有完全掉完 这也是 通常 我们你看这一颗 这个因为还小 所以我们通常 基本上 我们都会建议说 冬天的时候让它的叶子全部掉光 它开花性才会好 所以这一颗 其实你看冬天可能 还是有给水 或是没有陷水 陷那么严重 所以它的 它的花还是 它花从末端开出来 但是叶子还是有保留下来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 算是大头树蓝 或者有人称为日本国旗 那它的这个颜色跟一般 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国旗的颜色不一样 我们今天一般所看到日本国旗的颜色 它的那个颜色是红色的 就是它的花的颜色是红色 这一批的颜色偏绿色的 最近好像市场上蛮常看到这一批的兰花 那基本上它就是树蓝的品种 树蓝品种就喜欢太阳 那花期很长 你可以把它当成卡托莉亚的兄弟姐妹也可以 因为有些树蓝在比赛的时候 是跟卡托莉亚归在同一组的 因为不然深圳的卡托莉亚的数量太少了 太少了 好OK 那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算是花季的最末期 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 最近应该来花 来田尾这边花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现在是花季的最末期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